有事叫我 好 既然医生说没什么大碍 你也就别太担心了 对了 学长 你为什么会突然来仓库啊 我听说做取戏的两个男生 要在仓库找幼稚妻麻烦 所以立刻赶了过来 但是 我没想到你也在这儿 所以在我来之前 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也是听说那两个男生 要找幼稚妻约架 所以我才赶过去的 可是等我到的时候 只有幼稚妻在 门突然就被锁住了 那 幼稚妻她是怎么晕倒的 那是因为 幼稚妻 你醒啊 幼稚妻 你怎么突然之间就晕倒了 可能最近太累了吧 腰感通高 还有军雪 身体吃不消 去晕倒了 是吗 那不然呢 医生说你需要多休息 既然你已经醒了 那我和程铭就先走了 等一下 你们就这么走了 那我一个人在这里 又要是我再晕倒怎么办 医生说了 你没什么事 好好休息就行 不行 怎么了 头好晕啊 快扶回家 快 好 好 好 又怎么了 好 嗯 嗯 这样吧 程铭一个女孩照顾你也不方便 我留下来 你先回去 我来照顾她 别 你可是助力教员 那么多人等着你呢 你走吧 程铭留在这儿就行 我来照顾你 学长 那你就先回去吧 我在这儿看着她 好吧 程铭 你一定要记住 在危险的地方 一定要注意安全 妈妈 什么意思 什么是危险的地方